中国各地城市开发与时俱进 摩天高楼拔地而起 随着独更拆迁换取补贴 不少人以屋为贵因此致富 但深圳这间钉子户却似乎打错了算盘 偏小渔村重建发展为不错的小城市 那个开口编索要三亿元的那户人家 16年来依旧保持着原本的那副模样 竟没有得到当初开发商提出的一千万补贴 也没有得到妄想的三亿元高额 死守家园将近17年 这栋三层楼住宅外观老旧破落 与周围的繁华大厦形成强烈对比 当初建商提出人民币一千万的补助 约亲台币四千多万 但屋主拒绝更狮子大开口 索取人民币三亿约亲台币十三亿 不料建商索性不拆 钉子户剃了大铁板 网友直呼下场凄凉 不少网友表示 在16年前那个时候的一千万 可以买很多套房子了 或者是自己重新再建 随着房子的升值 到如今也价值上亿了吧 而誓死捍卫家园的超牛钉子户 在广东还不止一桩 其中广东最强的钉子户 位于广州的老城区 七两栋独立的老房子 在广州市中心屹立不倒 政府在其周围赤资过亿元 建立起360度环绕的立交桥 将这两栋老房子环抱中间 措施土地增值的好机会 一毛钱也拿不到 类似的钉子户在中国各处不在少数 成了独特的孤岛风景 恐怕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三天新闻金学会报道